千千,你让我给你买的肉,我给你带回来了 一共六十五块 这么一点咯,六十五块 美丽,你抢钱啊 千千,这肉多少一斤都是密码标价的 五付款记录都有呢 哎呀,行了行了,就当我这次吃雅八块好了 那千千,这钱 哎呀,我还能少你钱吗 我手机没带,我一会儿装给你啊 哦,那我先走了 哎,美丽,你等一下 嗯,这个草莓我尝一下 哦,那你拿吧 嗯,还可以 我拿几个给我儿子尝尝 千千,好乐儿 可以了 不就吃那几个草莓吗,那么小是干嘛 嗯,小子你回来了,哇,我的草莓 春美丽,你也太小气了吧 就这几个草莓给谁吃啊 不是的,谢谢我 你明知道我喜欢吃草莓就买这几个 儿媳妇,你一大早特意去镇上 怎么就买这两个草莓 这个是够无语的 哼 谢谢我不是这样的 啊,好啦,星星都念好几天了 等会儿你再去镇上再买一点哦 哦,知道了 喂,露露啊 哦,好,忘记啊 那我现在就来,等我哦 哎 喂,美米啊 哎呀,真是的 好的好的,我等一下回来给你带回来吧 哎呀,我不是还在买的 哎呀,米苏,我回不真是的 家里没你了,都不知道美 啊,那我们还怎么逛街啊 咦,那不是美丽吗 还真是,有呢 喂,芊芊 美丽,你在哪呢 我在镇上买点东西,怎么了呀 哦,那正好,你帮我带一袋米回来吧 买米啊 买米啊 我也没有骑车 我拿不动那么重啊 哎呀,一袋米能有毒中呀 你就当锻炼锻炼呀 可是我 哎呀,你就别可是可是了 就帮我带一次吧 那好吧 你不要太高门了 帮我买袋大的 好,知道了 走吧走吧 来 谁能看见我心里的泪 闻不到梅花开的香味 也许已经枯萎 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 嫂子你怎么扛这么大袋面啊 我来帮你吧 没关系欣欣她在烤梅你拿着 好的 你妈妈的花车线 坠落在这世界 有时限 那嫂子走错了我们家在那边啊 没错欣欣我们要去欠欠家 这里是她偷偷我买的 看见我心里的泪 闻不到梅花 靠着我香味 也许也许 亲姐没在家呀 哦 那我们还是要不把那顺利 你先拿回家吧 等下多了就不好了 嗯 如果爱好让人牺牲 我的心已满满花重鲜 宝子都不骑车去啊搬着累死了 美丽啊 家里不是还有很多米吗 又买这么多 可不过是我刚刚上镇上的时候 亲姐突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她带米的 蛤 她不是去镇上了吗 怎么还让你帮她带呀 啊 不是吧 亲姐怎么这样呢 真是没有呀 嫂子她给你钱了没有啊 没有 她早上让我帮她买漏的钱 都还没给我呢 太过分了吧 我现在就找她要 等一下等一下 我来想办法吧 你们先去做饭 好 知道了 喂 倩倩 你让我儿媳妇帮你买个米啊 里面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找回事啊 哎呀我也是刚发现的 里面啊都是黑的 可能啊时间放的有点长了 长愁了 哎呀那我可不用 赶紧退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刚给老板打电话了 老板说赔钱 赔十倍呢 什么 十倍啊 是啊 这不是你买的米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打电话问你一下 好好好 你等着等着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啊 好好好 我等你 谁还在 阿兵长我来啦 倩倩你在这里呢 我儿媳妇他们在厨房做饭 哎呀你赶紧叫美丽一起去啊 这米是美丽买的 等一下老板不认账怎么办呀 也是哦 你这样子 把这个米钱跟早收到肉钱 给我儿媳妇转过去 要不然等一下我怕说不清楚 好好好我现在就转 好我转过去了 哎阿兵长你怎么不去喊美丽啊 美丽啊 倩倩倩 这米是我看错了 没有问题 这米没问题啊 没问题 你让我来干嘛呀 结账啊 这该顶着就要给吧 都是零零邻居的 你有必要这么尽尽指教嘛 当然有必要啊 帮你是情分 不包是本分 你总不能得顺进尺吧 哎呀我给忘了 再说了我最近不是手头有紧嘛 手头紧 那你还逛街买衣服啊 阿兵长你看这钱也给了 这袋大米你帮我扛回去吧 你看这不是小意思吗 阿兵长怎么这么扛的呀 我儿师父那么瘦小都能一路扛回来 我看你这么壮应该没问题的 赶紧回去吧 哇你真是太聪明了 是啊婆婆她都把钱赶给我了 你们要记住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 干脆举的时候要大声的说出来 嗯我知道了婆婆 妈饭做好了我们去吃饭吧 嗯好走走 好大声 好大声